今天瑞俊就要跟大家分享 用Innerchef正能料理器煎出四粒的鸡蛋 今天我用的是A蛋 而且是室温的 就把酱青胡椒粉跟香菇粉调味料等 直接放入鸡蛋这边 然后我们打散 打散到它均匀就可以了 那大家要记得 今天我们用的是室温的鸡蛋 如果今天你的鸡蛋在冰箱的话 请你从冰箱拿出来 回温过后才来煎 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这个是干锅 不是不粘锅 所以我们在煎鸡蛋的时候 油必须要够 如果油不够就很容易导致粘锅 那么现在我们就启动我们的这个棒秤 倒入我们的油 那么一热好过后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煮锅盖 趁我们的煮锅还是很热的时候呢 将干也倒入煮锅内 记得我们的鸡蛋 千万不要直接倒入在刀的中心 必须要倒入在这个油这边 看到吗 就不要倒在这边哦 要很小心地倒入 不然蛋液就会在刀上面的 可以看到它已经在熟的过程中了 现在你会看到它的中间还是仍然是还有蛋液的 还会熟完的 但是旁边这个IH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已经是熟了的 首先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用一个刮刀瓣 这样锅边跟它刮一下 让那个蛋液留在我们的这个IH这个部分 看到吗 让那个蛋液全部留在这个旁边 因为我们的IH这个部分它还是很热的 所以呢你就一直刮 就像我们传统这样子去反验那个蛋液 给大家看看一下 一只刮刮到它的蛋液开始有干的这个迹象了 那么有一些人呢就比较喜欢这样子就直接吃了 那有一些人觉得说我还要再给它再炒一下 也是可以的 就看个人的喜好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跟它刮它的锅边 看到吗 其实是已经是好的 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拿出来 或者你还要再继续堆一下子都可以